他位置都够快 我说实话 他这个真的 哎呀 你不知道他有枪吧 没想到吧兄弟 马克里 我想到了 我时已到 一波带走 还送辆车 感谢老铁送的鸡棚 等你 我直接去 现在牛海比的走位 就非常的危险 对吧 哎呀 我老 我老歪城蹲人了 我太了解了 这个歪城当时 以前 暂时还没有补 这个时候你可以趁着 抓一下这个 德拉拉的人的位置 这个时候对吧 先干他一个精神领袖 对 比的就是枪法 是的 但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是So 在这个肉点里面 就像 就像 牛海比在这种肉点里面 最重要的是黑丝妹妹 因为当时 就是当大家打成这种 绕圈的时候 黑丝妹妹 就是比较比的是 选手的这个灵性 有一个人很远 嗯 城里三个 对 哎 掉一个 这个手海边不是GFI 传统美德吗 嗯 哎呀 跑了一条白跑了 说实话 啊 他第一波来打双口 可能还有点机会 这是2star打的 嗯 外面有个人把他给接了 都去抢这个双防吧 嗯 来了 先倒一个 行行的架枪 一瞬之间 真有想到 这些人 怎么又是这个房去 去扶 是的 上一次世界大打过很多 他就是在这个麦田 附近的这个位置 来去打这个决赛圈 对 天马位置真好 对 咱们这次联赛 其实出现这种决赛圈的 概率也挺高 这个只要干了啊 这个麦田 是已经一个起个比较高的一个卖钱了 哎呦 小海直接是不是被抽了下来 这个时候打都是车站 嗯 对对 打车或者是车上互打 有黄的这个战队 有点爽 还有 过路费收的真爽啊 巨博被打坏了 尾气这边在疯狂的追 GBL在旁边还在开枪打 在追杀 在追杀 这波巨幅直接无了 这巨幅 哎 你看天鹿 哎 你还在那个房子是不是 那天鹿现在也不好动 说实话 他得等 他得等这个地方被刷到圈边以后 从山边推起来 对吧 是 是 FG又开始重新洗牌 我天 FG这把是真的 哪儿哪儿都不是家 自闭吧 那也啥干不了了 去看一会儿小圈的时候 山上打得不可开交 能不能上山摸个头什么的 PDF被抽的自乱阵脚 说明时期的枪线还动车 FM这个位置动车的话 他是直接踢到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里有FM 哎呀 完美的伏击 他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山 没有必要来这个楼的 因为这个楼就算现在 还得要烟 要被刷 有可能会被刷 但是对面刚好是在掏这个投资物 助力也是放在这个烟中的 Banara 这三人战斗力挺猛啊 先干GBL一个 从北部那块 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 天鹿还是再回缩一下 不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在派中间和分散 YP有一辆车要拉到侧翼 天鹿的侧翼 接一个 这样一段话 对天鹿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New Happy因为前期调人 那个心很明显 这段就会只剩两个人 对 对 也不可能不会让 New Happy可能被迫要让了 因为他毕竟只有两个人 打防守天鹿应该不会压吧 SASA还在防区的话 他的三个人不会去硬压两个人 不会 肯定不会硬顶 但是他 他现在要把 就是说 就是Rex了 然后Pero这个麦田上的奔跑 哎呦 没车的话 很难 有车 少走后面那个车 但是他们车少 这 这种圈 他想要从 城委 在 决赛圈的地形啊 他盲扎点太少了 嗯 嗯 是的 这把看起来 就是说假设巨幅跟Pero 在这样比赛都不能走得更远的话 天鹿的位置 目前看起来 一亮 没有 冲一下 就只能冲 哎呀 目前被发现 是的 我目前是出手打 Genji了嘛 然后他目标太大 然后 USG从南部 打 待不住 哎 刚才Genji在看USG的时候 Pero是不是有机会 直接进圈边了 他进到了全边 但是这个位置 USG加PDF的雷 直接把Pero这里 炸没了 是的 Pero 目前止步于第三名 天鹿 这把的位置也很差呀 也被切走了 太北边了 北边又密集 北边强侧 难打呢 这个山也推不动 说实话 太难推 Genji在西边 其实也不好过 他前后邻居太多了 USG让他倒地 但是已经被扶起来 是个满边 KDF又是从北部 拉了个满边过来 他这个Internix 怎么可能扛到 这么多车 粘得不得粘死了 来了 天鹿这边抱团 要先亲这边的New Happy 你看头三个大哥 这真的没招 这个同步率 不会让你有穿的机会的 就是 明明是很快地秒了一个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是的 他能击倒一个 我都觉得很不错了 对 同步率很好 这波天鹿 而且是人点清楚了以后 下定决心来打的这一波 MG站起来了 他开始轻脚 GBL GBL最后一个 Lambu Lambu 有机会 再多拿几分吗 又打了一个 哎 给闪 有机会 有机会 哎呀 救了 不愧是Lambu 是的 哎 不过天鹿 从屁股后面过来打Lambu的话 只打一个人 这他就没了 天鹿这个还有车身呢 很明显 Lambu现在是一丝血的状态 打起来了 天鹿没了 哎 差一枪差一枪 一枪头漂亮 多拿一分 这个圈不好进 马上天鹿回送 哦 哎 今天的时期也不好说 看看时期的状态 因为他到现在时期没怎么开过枪呢 没什么时候 左侧和北侧 现在是战场激烈之处 感觉上来说 KTF应该是能够拿下USG的 USG今天正面的表现也不是太好 直接被篮圈烫掉了 他应该是被打残之后 被篮圈烫了一下 嗯 天鹿在另外一侧 不给葫芦 如果小童不过来的话 小童如果过来 应该是最后 有可能是17跟天鹿四打死 啊 结束了 天鹿没了 四打四 小童还没来 那就三打四 17是回去了吗 嗯 对 哦 他没压 他要换个角度 他再从天鹿刚刚这一侧的方向上山的话 什么事情 很重要 17想圈架 天鹿直接就奔着 持机 走了 这个时候小鬼流看家 小鬼要能看住这个家 这个位置还可以 而且FTY 正在问 就等现在 一颗燃烧瓶 美咖直接被烧倒 抢分了 抢分了 这一 这一杯热美咖 是的 17看这个样子的话 他可能要连接两队 那天鹿 趁这个事情可以 趁这个时间可以做点事情了 嗯 Do something 他能 压更多的枪线 你看 现在他们担心防区还有留守 已经有击倒了 速久连去击倒龙斯根 嗯 FTY位置应该是最差的 他后面 这个叫跟他们去贴脸去换 这个 还有毒狼 还有一只满编队 对吧 这个就很明显是 哎呀 毒狼就是 这FTY位置差 就是因为他男家还有个毒狼 这边他一梭子N掉了 真的是老虎 又倒一个 17 如果要过点的话 其实还是有些危险的 但是不打的 停醒兄弟 在摇他啊 一块停醒 是谁 是卧里逼吗 好像 我看不清这名字 应该是老虎杆了 互换 再加法车三打三的话 我觉得 这边好看 这里可以扶 天鹿可以扶 而李贡 主动就会有故事 焦阳又被打倒 这时候还清点一下投注 IP来一看 那真的感谢IP 来老铁 这过点也太长了 萨萨又被打倒 这个局势真不好说了 焦阳扶起来的话 还是333 就是两个队伍的态势 是在去压天鹿的 你都压到一半了 剑在弦上 他不得不发 有可能天鹿真的要被夹掉 哎呦 汪子海的猪枪 匆匆没了 是的 就是我已经去打这个队伍了 我的所有的攻击 已经是准备好了 我不可能不打的 是的 匆匆主要是他一个人 扛不住三个人压力 打这么久 这波真的是 真的可以救的 摇杨二老 此时此刻我们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是 PCL 对手 一堂头 插北 天鹿应该是决赛圈 是打不了 是的 可以投 他投飞了 他没投了 没投了 顶上最顶上的倒了 最顶上的倒了 顶上倒了 FJ压标点了 FJ压标点了 大家在标点坡 撸得下去 有火 他压力好大 他要看小北 他帮看小北去 哎呦 没办法 这个 这个角度实际找得太好了 这个有在 右边 小北 这边直接过来帮水兽 水兽被打倒 水兽这个点被抢到了 但是 这个点被抢到了 是一个 错识没有掩体 是的 这个点掉得很关键 小北在拖时间 给闪拖时间 队友要 有的位置也没有什么掩体 他现在先单防这个数 他是多远的 水兽那位置真的很要 因为他那个地方掩体特别好 二打三 好发现了 老局的位置被点出来 先打两枪 龙四哥在下面 还帮不到毛 反杀 龙四哥在那边也得力 但小北直接将老局给放到 一打一 一打一 小北对龙四哥 高打低 天埔人 带人火 哦 哦 硬架 只能直架 被闪到了 被闪到了 啊 恭喜 STY 十一杀吃鸡 最后 结果单挑 龙将军的这个投掷物用的 真是太好了 这是他 非常的关键 你当时 在想他还没有帮旺仔 去看他侧面的情况 他已经在找石器秀了 都已经在想 你 是